你觉得公司是管你的作品管得多 还是管你的身材管得多 管我作品嘛 因为我身材确实也管不太住 所以你是可以随便吃的人 就是我我我该控制我会控制 然后但是我很讨厌公司管我 有一次很尴尬的是 出差就结束之后大家回酒店 然后他就说龙哥那个晚上就别吃了 捡朋友 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到晚上实在是顶不住了 然后我就点外卖了 其实点了也无所言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 然后我有一个外卖红包裙 就是每次点外卖 我会把红包发到那个群里 然后那天呢我就发错了 我就把这红包发到了公司群里 发到了公司群里 oh my god 全公司都知道我昨天晚上吃夜宵了 很尴尬 后来他们说你了吗 他们说了说龙哥 昨天晚上吃的不错哦 你刚刚说公司在作品上也说你 因为我是写歌的嘛 然后我习惯性给公司代摩之后 我的那个老板他永远会说一句话 就是再改再改再改 就他有他每次都让我改 那你也真的有尝试过曾经 比如说发一句话是表达说 那个我不想改这样的 有吗 我有一回就是他 他又在群里说了一个什么 然后我就想表达我的不屑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问号 因为问号是那种 我想很轻松很轻蔑的感觉 嗯我就大概这个意思 结果我问号发错了 我发了一个感叹号 我的课程难受 我ok啊 因为感叹号就不帅了 就是原本是我是要很轻蔑的 但感叹号就变成很用力 对我就变成 那撤回啊撤回也不对 撤回代表我在乎 对 哎对 我不后来觉得我在乎他 后来呢 所以我就是就是很悔 我就是变成一个感叹号 对方知道你这么用心吗 不知道不知道 都是我内心的 就是你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完全裹到一起 是希望你自己还保留 不是艺人身份的汪苏龙的生活 我会把它分的很开 路斯你跟工作人员交流 当中有这么多潜在的心思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我都是五个感叹号 五个问号启发 又来了 差不多 问号才帅哦 惊叹号不帅哦 惊叹号建议少少用 我是五个感叹号启发 每次进 今天不用说 说啊 你今天这个工作结束了 你还要去这个工作 我就会五个问号 真的假的 然后他说确定是 然后这五个惊叹号 很无奈情况下 我就会发什么样号 什么句号是ok的 什么句号是ok的 无语 你觉得问号帅 问号帅的 但只是一个点 一个点 ok的 点你不觉得点的话 就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点他更小 所以他包含内容会更多 其实听我说 最厉害是发最好 哈哈 动不动 最好是高手 最好是高手 还不开始聊的结束 不想跟你聊 逗号逗号 逗号不错 代表我们的关系要 pick a break 哈哈哈 风格好 风格好 就是代表 需要 我需要跟你的通奸感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